如果什麽都不思考 什麽都要叫你遷婆婆 後患無窮 100分的媳婦、送禮、什麽虛寒、問戀 全部做齊 而且最重要是疼你老公 千萬不能在老爺婆婆面前吵架 而且亦要跟老公說 如果我們夫妻之間吵架 你千萬不能把內容說給老爺婆婆 這是老公要懂得做 是一個聰明的做法 有人留言問我很難搞的婆媳關係 應該怎麽算 唉 我都明白的 但很幸運 其實我婆婆對我沒有什麽要求 亦都不會鉗制我們的生活 控制我們 或者給你很多難聽的話 唉 但我都聽過很多朋友的案子 都非常勒手 我覺得如果你是未結婚 你就有福了